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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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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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来吧 喂 刘峰 喂 怎么了 我爸多人的洋台车晕倒了 你叫这回车了吗 还没有 我马上过来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我已经到零零路了 等下来呢 段飞 没想到你这么好骗 有没有想过 赤铜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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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是执顶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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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神病 别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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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我不会有事 我们就坐下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放心吧 有太大问题 脑袋有点震大 你是怎么看见他 当时他在院子里 应该是在浇花吧 地上都是水 病人已上了年纪 你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谢谢 刘工 今天 谢谢 跟我说什么谢谢 何况我也没帮下什么忙 你今天能来 我就已经很欣慰了 如果我爸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想活了 石头 别难过了 医生也说了 伯父不会有危险的 但是你千万不能累垮了 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好 走 伯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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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敲了 伯伯长不在 谁说我敲门是为了找他呀 伯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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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别呛 以后领导找我忙 你不应 伯伯哥 伯伯哥 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 疼疼 我可以带你去找你的伯伯哥哥 真的 干事不准在公司无理取闹了 你要真喜欢你段飞哥哥 就应该多为他着想 在公司这么无理取闹 会让他很难做的 好吧 想想想吧 你看 就在这儿 你的段飞哥哥 就在海边的这条街道上 就在这儿 姐 你也太厉害了吧 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查谁都能查到 不是 我在车上装了定位器 定位器 你哪儿来的定位器 你是怎么装上的 说了你也不对 无所谓了 我要去找我的段飞哥哥了 拜拜 坐 我回来了 怎么样 送你出去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吧 还真是 我出国这段期间啊 观察过很多企业 我发现云诗彤在红顶实行的改革 是切实可行的 我听说我们在搞电商系统 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呀 我们干嘛不直接和红顶合作呢 红顶 合作 你还是太年轻了 好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行呢 只要能让天浪集团好 我们可以试一试 哥哥了 以后不要再出这种事了 累了吧 回去休息吧 哥 我真觉得你和那个柳峰绑在一起 不是什么东西 出去 出去 喂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跟你有关系吗 你现在马上告诉你在哪儿 天云陆新餐厅 又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呀就是天赐良缘 我没空过你开玩笑啊 我是打车来的 你得送我回家 没时间 我要去天银路 我不管 我去哪儿都跟着你 别担心了 运输很快会好呢 诗童 你没事吧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诗童的父亲刚才急诊住院了 他让我来帮忙 什么 这么大事你怎么没告诉我 段飞哥 你刚才干嘛跑得那么快啊 诗童姐 你也在啊 你那么忙 我哪儿用得起你 刘峰 诗童 送我回家吧 好的 诗童 你听我解释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诗童 喂 段飞哥 你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呀 你不是说好要吃饭的吗 我把你送回家 你别再给我惹麻烦 吃饭怎么就变成添麻烦了 不吃就不吃呗 你不吃饭而已 你都不吃饭 只要是用微软炉 不是给你带来 我看着你带来 先把鸡胸洗干净 切成块儿 先把鸡胸洗干净 切成块儿 弄非都能把菜做得那么小 不定能做好 这煎块儿 手切得有点太大了 不说切成块儿 也没说切成多大的块儿 不管 不说切成块儿 也不会太经历 都煮好了 吃了 我又冲冰 公司有一堆事 不可以欺负我 现在连鸡都跟我说没了 我没听你的意思 你能够吃什么 对 人家的这些 都可以养成 存在 没 你怎么让我嫁点这种人 到了 回家吧 抱抱带走 抱什么抱啊 抱抱吗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好吧 好吧 你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妈 我回来了 又回来这么晚 不听话 人家本来情绪挺高的 一跟你说话 不又不开心吗 这孩子怎么说话 妈 来 妈你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我今天特别开心 别转了 别转了 我头晕 我高兴了 又有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刚才段飞哥哥就这样 今天呢还得让我的脑袋 没大没小的 你赶紧上楼洗洗睡去 那我上楼吧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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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让我的元是 我下输了 跟我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进来 韩总 我让你准备的事情 都已经上校打理好了 当然 还有一些不算太听话的 我也采取了一些 必要的措施 现在红顶 大部分重要的中层干部 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红顶 我都要看看 这么一大批中层干部忽然离职 那云诗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相信云诗童这一次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 一会儿开完会啊 我要去天上集团 你去跟我回车吧 是 就这句 这个柳峰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早年和云总在童鱼所学校读书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他平时形势很低调 毕竟也很干净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很干净啊 至少我调查出资料里 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让我查了它 该不会是因为它跟云总 怎么可能 我只是觉得 他一直出现在尸童身边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 没什么 对了 我还发现一个事 你看 河南银行账户 最近先后打入了 五十万和八十万的汇款 资金是谁贿赂的 能查到吗 我只查到了一笔 确定是公司那笔某个人给荷兰的 看来 荷兰确实是背叛了尸童 这笔某个人给荷兰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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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在演示手机客户端之前 我要先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 撤销断飞的监察组组长身份 以后监察组的事宜 由我亲自负责 为什么 总裁的决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件事我必须要一个理由 我为这个监察组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撤掉我 在这个问题上我算同云总的意见 韩副总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 云总 我需要一个解释 好 你要解释是吗 自己看吧 作为一个监察组的负责人 私生活竟然如此的不检点 这让我很怀疑你的信用和作风问题 你这样的人 我没法相信 你还能继续胜任这一证 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 解释 是 我要是你的话 草就自己滚出去了 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 好 我走了 好 第一件事说完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会议吧 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吧 散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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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总这些人突然到辞职 辞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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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副长 你就消消气吧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段飞 你快点去看看吧 很多中层闹着辞职呢 跟我没关系啊 我不去 怎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万一遇到员工暴乱怎么办 这难道不是你安保部门的职责所在吗 段飞 云诗童现在一个女孩子在哪儿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嘛 我说完了 你爱去不去你 云总 人格有志 你们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去留 不 赶快给我们办手势 你要是不同意 咱们法龄上见 你根本没有能力挂上红顶 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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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们都考虑清楚了 那就都走吧 我同意你们辞职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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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浅雪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 公司的事都交给你处理了 韩总 您这招可真够阴的 直接把云诗童逼上绝路了 直接把云诗童逼上绝路了 魏总 你过奖了 过两天股东大会 才是我计划的终极一步 万一 万一 我说万一 您在股东大会上 没把他推倒 反而让他的电商计划实行了 可怎么办 没有万一 之前 我们已经提前知会了各大股东 他们会跟我们在一个战线上 不会的 我自愧不如 海里是咱们两个联手 才能赢天下 那好啊 哈哈哈哈 我 冬冬 你眼睛红红的哭过了 没有 爸 你这个傻丫头 爸 给你熬个鸡汤您喝点吧 我估计会熬鸡汤了 是断肺脚的吧 别提他 怎么了 你们有吵架了 没有 爸 别多想 你又瞒着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你就别追问了 有些事情我也不想说 从一开始 你就不应该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错误只会越来越错 不是吗 童头 我觉得你们 是非常合适的 你一定要相信爸爸 爸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 因为你们大人的一个约定 一个玩笑 我们两个就要互相伤害得过一辈子吗 你们两个不是互相伤害 你们是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告诉爸 我把他监察组组长身份撤了 什么 爸 你根本就不了解段飞 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把这样的人继续留在监察组 才是真的养虎为患 爸 你知道吗 他在外面居然 居然还包养女人 这是谁跟你说的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 也没有人告诉我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童童 爸 你好好养病吧 我先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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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许她还好吧 她刚才已经睡下了 那我陪你走走 再来聊聊荷兰吧 怎么了 你不觉得荷兰最近很奇怪啊 有什么奇怪的啊 你觉得她会伤害师童吗 她应该不会伤害师童 可是想要利用她来伤害师童的人 应该不在少数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 秦雪 云师童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即使担心 那又能怎么样 柳峰 就送到这儿吧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 师童 不要再有压力了 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以后 有什么难处的话 你就告诉我 别再自己扛着了 柳峰 你别这样 好 我先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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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nnot wait on yours It cannot wait on yours It cannot wait on my phone It cannot wait on mine 你这个已经拆开了 不能退 凭什么不能退 我的票在这儿呢 真不能退 你是 你算老几啊 你说不能退就不能退啊 东西已经拆开了 真不能给您退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不能退 是吗 好 我要见你们领导 你说见我们领导也没有用啊 这是我们这个规定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规定 我现在要退货 我要见你们领导 好吗 女士 我们还要做生意 这样吧 我给你一张 可以打折的会员卡好吗 会员卡 太搞笑了 我不需要 我要见领导 我要退货 女士 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实不相瞒 我们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和店长 都辞职了 什么 全部辞职 秦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商场那边出了事 客户打电话来投诉 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我想跟你商量监察组的 第一 我是你的上级 听你叫我云总 第二 监察组的事 会议上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没听清楚吗 段部长 出去把门带上 不是 林总 我想跟你说 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你 你才来红顶多长时间 竟然敢在这儿跟我讲道理 林总 我觉得秦雪 你也不要替他说话了 段部长是怎么来公司的 我们都知道 林秋头 你别太过分了 这样就叫过分了 那你应该还没有见过 什么是更过分的吧 秦雪 继续上台的话题 哎 俊儿 我听说主人不见了 嗯 主人跑了 哎 我听说 主人欠了一大批股债 跑了 哎 我听说主人得了绝症 最后把咱们的钱都捐跑了 啊 那咱们钱怎么办 谁给咱们发工资啊 哎 先干活吧 哎呀 来 大家安静一下了啊 哎呀 云总啊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说咱们公司 如果按照老总裁寂静的方向 这么持续发展下去 不是挺好 可是您呢 非得带领着我们大家伙 搞这个所谓的公司改革 推行电商计划 那这么一弄可好了 你大伙瞅瞅 您瞅瞅 公司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啊 仓库出大乱子了吧 是不是 商场那边紧接着又出事了 哎呀 我的云总啊 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报复有理想的人 可是您不能拿着我们这公司 陪着您玩吧 您作为公司的这一把手 现在出现这么大一烂摊子 您得想个办法给解决了吧 啊 是不是呢 啊 推行公司改革 并不是引起这次各部门干部辞职的原因 我猜 林总 光靠猜 不能解决现实的任何危机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解决的方案与方法 那韩副总 您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第一 停止电商计划 第二 加大对原板块的投资 第三吧 第三是什么 我认为你应该主动辞起洪顶集团总裁的职位 韩总说得没错 云总接任公司的总裁之后 我们洪顶集团面临了多少次的危机 我们到底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危机 我非常同意韩副总的事 你是不是 你应该考虑着咱们公司发生的前景啊 老是不乱下去 是不是 你没有钱吃饭的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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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还在这个总裁位置上一天 我绝不会停止这个电商计划 第二 集团现在已经到了必然要革新换代的时候 请各位都想一想 洪顶与你们的关系 第三 我绝不会主动辞职 去 妈 您刚做完手术没几天 怎么就坐下来了 医生说我恢复得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了 那也不行呀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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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啊 文文啊 妈妈这次能够手术啊 多亏了人家段飞 段飞是个好人 是啊 现在这年头 像这样的小伙子可不多见了 妈 你说这干吗呀 你说她有没有女朋友啊 妈 妈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我家文文 什么时候能给我带个男朋友回来看看呢 您呀 还是先吃口橘子吧 就知道赌我的嘴 你还能给你 好 您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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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您跟赵伯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啊 他非要跟我签什么包养合同 要不然就不收我的手术费 什么手术费啊 他妈需要一笔手术费 我给了她钱 她说不签包养合同 就不收这笔钱 我根本就没把这个合同当回事 真的吗 真的 那我觉得你要跟石头好好解释清楚了 你不是都看了吗 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段飞 石头现在是真的非常需要你 什么 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早上 所有中层人员全都请辞了 联系他们了吗 什么方法都用过都不行 所以 他是真的着急了 才会对你这样的 短时间内转移这么多中层人员 这不是个小事 给你 手脸有用的 谢谢啊 我马上进程 等一下 你晚上请石头吃个饭吧 我觉得两个人当面解释一下 面对面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知道了 进来 韩总 魏天亮那边什么情况 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袭击运势桶了 袭击 这个魏天亮就会这么一招 早晚一火上身 韩总 反正又不用您动手 他们爱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 我就是想让云郎下位 没有必要搭上性命吧 韩总 非常时期 非常手短的 搞进了 难道你不觉得吗 我们虽然和云志成不合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希望洪顶集团能够壮大 这叫斗而不破呀 这也是为什么天亮集团会找我们合作 因为他们还吞不下洪顶 如果云志成遇难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就少了一个盟友 却多了一个敌人 韩总 您会不会想多了一些 毕竟魏天亮是红顶外部的人 如果他真的想吞命红顶 应该早就有所作为 你怎么确信他们没有什么举动呢 算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钟平呢 还跟在云志棟的身后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先吓掉 是 老大来了 怎么了 老大了 这么着急 红顶纵层人员一夜之间辞职了 现在闹得人心黄话 联系不上了 红顶集团基本处于停工的状态 怎么会这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一定是韩元藏搞得贵 这招狠 那红顶集团岂不着带混选 就怕没有血口坏 那公司这么乱 大嫂一个人撑得住吗 她一定要撑住 老大 说吧 怎么办 我们现在马上去调查李远明代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找出来 是 哥哥 小九 你配合好马迹 把他们给我查清楚 开始行动吧 还有事 行动吧 诺 老板 韩元藏那边要开始行动了 好 好 终于要开始了 那接下来您看 把云石桶除掉 能让红顶集团彻底混乱 就算的韩元藏继任总裁 也没法一下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是天朗吞并红顶的最好时机了 石头 我跟你说段飞干那个赵文文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秦雪 你干嘛老替着她说话呀 我没有替她说话 你要是现在问我的话 待会儿跟她去吃饭 好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听到了没有啊 好吧 你好好想想啊 我去忙去了 快去忙去那些 你的车 啥 啥 喂 石头 怎么了 听说 你们公司又陷入了人员危机 需要我帮你做成了吗 不是因为这件事 想问一下 昨天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一条手面 我帮你收好了 谢谢你啊 老方 那我明天过去找你取可以吗 不用麻烦你了 要不 我现在给你送过去啊 现在真的不行 公司这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 还是明天吧 要不这样吧 明天 我们老地方见 好 那我们明天几点钟 好时间吧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你找我什么事 顿飞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我公司每天有多忙 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地找人陪你吃饭 我想应该有的是人吧 但是对不起 我没空 我做也做了 水也喝了 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快点说 你真的不想听我解释吗 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 你也解释不清楚 这是主厨 今天的推荐菜 他明明是你的错 你 他明明是你的错 你 非常容易 十五三四五三的 这个零九五一的 你找到一顶 你找到一顶 都要找到一顶 你找到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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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最近公司平民出事 所有事情都压在了他一个女人身上 老淡 你也理解他 我理解 理解 怎么理解 可能我不懂感情 但是我懂女人 一个女人外表再渐渐冰冷 她也需要有一个怀抱 去融化她 我知道了 谢谢啊 老淡 老淡 加油